《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 《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 我是任任 中国出台重大政策举措 开放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孩 一时激起千层浪 生育话题再次举国热议 拓在眉睫的人口老龄化问题 不容忽视 如何落实生育三孩政策 也同样引发关注 人口老龄化的世界性难题 主要的发达国家 同样是头疼不已 鼓励提高生育率 优化人口结构 各国都采取了哪些措施 他阿山知识可以公寓 各国经验如何为中国所借鉴呢 中共中央政治局 在31号召开会议 听取十四五十七 激进对人口老龄化 重大政策举措汇报 审议关于优化生育政策 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 中共中央总书记 习近平主持会议 会议指出 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 实施一对夫妻 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 以及配套的支持措施 今晚凤凰全球连线 在伦敦现场 凤凰卫视驻英国记者曹杰 东京现场驻日本记者李淼 莫斯科现场驻俄罗斯记者佟小华 以及上海现场 复旦大学人口与发展 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彭锡哲 私立连线 解读为国生法 责任大 人口问题难在哪 周天伦的志同网了 中共中央政治局 31号召开会议 天取十四五十七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重大政策举措汇报 并审议关于优化生育政策 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 会议指出 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 实施一对夫妻 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 及配套支持措施 中国人口总量庞大 近年来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 根据早前公布的第七次 全国人口普查数据 2020年中国人口为14.1亿人 其中60岁级以上人口 有2.6亿人 占全国人口约18% 相比十年前上升5.44个百分点 国家统计局局长表示 中国老年人口比例上升较快 老龄化已成为今后一段时期 中国的基本国情 与此同时 中国新出生人口的数量 则连续四年下降 2020年中国新出生人口 约为1200万 与2019年相比 减少了约265万人 降幅更是达到了18% 中国2020年的生育率为1.3 已经低于美国1.64的总体生育率 根据中国社科院估算 中国人口很可能会从 2027年起开始收缩 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问题 也十分严峻 使而问题就是 劳动力数量的下降 根据中国官方数据显示 自2012年开始 中国劳动人口就一直在减少 而据央行发布的报告显示 到2050年 中国劳动人口将占到 人口总数的60% 仅为2010年的四分之三 不过人口老龄化和出生率偏低 其实在其他国家也是分普遍 2019年 韩国的生育率降到0.92 创造历史新低 同时也是发达国家中的最低 平均每名女性生育不到一个孩子 为了提高生育率 韩国政府决定向育儿家庭 发放婴儿奖金和儿童津贴 并建造大量的幼儿园和日托中心 而自上个世纪70年代 就步入老龄化社会的日本 2020年新出生人口 也创下了历史新低 仅有87万人 日本政府从1990年代 就陆续推出了一系列 鼓励生育的福利政策 包括生育补助金 育儿津贴 减免税收等 相比于东亚 欧洲的一些国家 虽然也面临着人口老龄化问题 但政府已经开始采取措施 尝试适应这一趋势 瑞典的一些城市 就开始将部分资源 从学校转向老年人护理 德国走得更远 从2002年开始实施的一项计划 将过剩的房屋拆除 并缩小城市的规模 加上扩大可负担儿童保健 和带兴育儿家的覆盖面后 德国的生育率 从2006年的1.3 上升到了最近的1.54 成为少数可以在人口增长 严重放缓的情况下 提高生育率的国家 为何经济越活跃的地区 人口老龄化越严重 鼓励生育 为何在各国都收效甚微 除了三海政策 中国还能采取什么措施 缓解老龄化危机 少年强则国强 少子化老龄化 是全球性的问题 特别是在发达国家 这个问题越来越严重 那么首先 今天我们连线一下 在伦敦现场我的同事曹姐 曹姐请告诉我们 关于老龄化的问题 对于欧洲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 欧洲方面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是 人认 我觉得这个问题 每个国家不同 但总体来说 欧洲老龄化 早就不是一个新闻 我们经常在说 比如说我生活的英国 我记得我十多年前 二十年前刚来英国的时候 英国的退休年龄是60岁 但是现在的多少岁 大概是66岁 那聚继再过五年之后 就是68岁 那估计的老龄退休的时候 可能得接近75岁了 所以这个退休年龄不断的提高 其实就反映出当地非常缺人 非常缺轻壮的劳动力 那除此之外 19年的时候 2019年的时候 英国的国家统计局就已经说了 当时英国已经是进入到一个 近15年来的生育率最低的水平 那英国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呢 英国主要是还是鼓励大家生育 这一点是没有错 但是鼓励的政策非常有限 那一个家庭如果生一个孩子的话 政府给一定的补贴 但如果你生二胎 补贴相应减少 可能是一半 如果生第三胎的话 那补贴就进一步的减少 就是逐步的递减 虽然政府给的补贴比较少 但是来英国的一些移民 外来移民少数族裔 还是愿意生育 这样可以领一些政府的福利 但是对于当地的主政组长的 白人家庭来说就很少了 所以说他们在经济压力情况下 就是生孩子的积极性的越来越低 所以这导致了一个 现在英国什么现象呢 就是说当地的白人社会的 他们的人群比例越来越低 那在伦敦呢 大家都知道伦敦早就不是一个 离当地人为主的一个城市了 是肯定非常国际化 但这种情况呢 其实在英国其他的城市也存在 那除了英国之外呢 可以看到欧洲大陆呢 也是这几年也是同样的问题 我觉得最典型的一个例子 应该是匈牙利吧 匈牙利的欧尔班政府上台之后呢 就是鼓励女性多生育 如果说一个女性 这个40岁以下 如果是投胎的话呢 可以奖励是大概29万人民币的 这个免息的贷款 如果你生第二胎的话呢 贷款就免掉三分之一 如果生第三胎的话就全免 那需要通过重金奖励 你生育这个呢 也是体现出啊 当地我们在去出差 在当地出差就体现得到 感受到这一点 当地的出生率呢 的确是越来越低 那北欧的情况呢 又不同 那北欧其实在这几年呢 其实还不错 各有上升 那其实有一个方面呢 也是中奖 那比如说瑞士 瑞士政府呢 就是说你生一个孩子 给你3000瑞朗的奖励 那这个钱应该说是比较高的 因为当地人一个月收入 拿不到3000瑞朗 那在这种情况下呢 的确当地一些人呢 最近几年呢 开始生育了 但是它还是老龄化比较严重 他们的老人呢 是越来越多 占据这个国家的政府的 公共开支的资源呢 也是越来越大 所以这几年呢 老龄化的这个 带来的整个的国家的压力 也是非常严重的 也导致了一些其他的问题 比如说对于 未来族裔移民的 社会上的不同的情绪啊 这都是反应不同的 所以对于 对于这个欧洲来说呢 这个老龄化的问题呢 应该是从二战之后就开始的 因为最大的一个 转变呢 就是说二战之后 需要当地的 重新这个发展生产 那很多的女性 参与到了各种各样的生产 都当中来 同时呢 有当地的很多女性呢 也是进入了 接受了更高等的教育 接受高等教育之后呢 她们又进入职场 所以很多人不愿生孩子 比如说英国啊 最典型的一个情况呢 就是英国现在已经是 最早生孩子的女性 平均来算了 大概是30岁 那在二战之前呢 是难以想象的 所以这样的变化呢 也来 现在来看英国 乃至整个欧洲的 这个低生育率 老龄化的不断的这个攀升 到处都是营发族在上班 什么时候 大家不知道 什么时候才退休 这个现象呢 倒过来细想一下的 也就是不奇怪了 谢谢曹杰 刚刚曹杰其实告诉我们 在欧洲的各个不同的地区 事实上面临着老龄化的问题呢 还是略有不同的 但同样都导致了 比如说移民比例的问题啊 比如说这个白发族的问题 我们想了解一下 俄罗斯方面 有没有同样这种情况 来 萧华告诉我们 俄罗斯它是不是现在 也面临着这个人口老龄化 然后生育率偏低的 这样一个现状 那么它具体会体现在什么地方 好的 任任 可以说俄罗斯老龄化 也是在日益的严重 十年前俄罗斯的老年人 占全国总人口的五分之一 那十年后的现在呢 老人已经占全国总人口的四分之一 达到了3700万人 并且呢老龄化的问题还暂时恶化 预计在2030年 老年人将占到全国总人口的三分之一 人口老龄化 它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呢 就是人口出生率下降 俄罗斯出生率大幅下降 一个是在苏联刚解体的90年代 物资呢比较匮乏 经济困难 一个家庭基本上 他们只想要一个孩子 多了呢就负担不起 所以进一次就是 出生率大幅降是在2008年 那一年的俄罗斯是遇上金融危机 额不贬值很多家庭的不愿生孩子 人口老龄化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预期寿命增加 2005年俄罗斯的预期寿命是69岁 现在是74岁 2018年6月份 俄罗斯宣布提高退休年龄 女性从55岁提高到63岁 男性呢从60岁提高到65岁 那广大男性就很有反对的意见了 因为俄罗斯的男性平均年龄只有66岁 数据显示呢只有57%的男性 能够活到65岁 还有43%的男性呢 活不到领取退休金的那一天 这就引起了广大俄罗斯男性的抗议 因此呢提高退休年龄 这一说目前是推不动 当局认为还要再搁置一段时间再说 况且俄罗斯总统普宁 他在2005年当总统的时候 他说只要他在总统期内呢 不会提高退休年龄这一说 人人 好 谢谢 其实对于日本来讲啊 他所面对的问题呢 恐怕又和俄罗斯和欧洲呢 又不尽相同 日本相对是一个民族 比较单一的国家 来 零秒告诉我们 对于日本来讲 他的这种少子化 高龄化的问题 现在严重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好的 其实呢 日本现在已经不叫 少子老龄化社会了 而是叫做少子超老龄化社会 日本的总人口在2010年之后 就一直都在减少啊 是一亿两千万人口 有观算说到 2070年的时候 日本的人口会减到六千万人 这说明什么呢 就是说再过五十年 日本的人口要减少一半左右 也就是说呢 未来日本将会有一半人口 超过六十五岁 那这最直接的问题就是 社会保障会崩溃 比方说像年金制度 每个人都要付年金 但是在你老了之后 能拿到年金吗 很多人其实都不确定 因为老年人的年金呢 是靠年轻人去工作 努力来产生的 那能够去劳动 生产的人口越来越少 那怎么办呢 就未来可能只能减少年金 或者增税 所以呢 维持现在的这种生活水准 几乎是变成不可能 那有什么对策吗 就是有一个办法呢 就是让女性 积极地去参与工作 在安倍政权的时候 有一个词叫做 创建女性活跃社会 这个大家都很熟悉 就是让女性回归劳动市场 有一个数字说可以让日本的GDP 提高10% 但是呢 这一点就涉及到 女性的社会分工啊 育儿啊 还有家庭当中的负担 也是有很多悬念 好 谢谢 来 在上海的现场啊 我们来请教一下 彭希哲主任了 您认为中国所面对的问题啊 和俄罗斯 欧洲 以及日本相比 它有什么样的不一样 就这个老龄化的问题 包括生育率下降的问题 在如何影响中国 首先是我觉得 中国的老年人口的数量 特别巨大 我们在第七次人口普达时候 我们说中国老年人 60岁以上老年人 已经有这个2.64亿 那个65岁以上老人 已经占总人口的13.5% 这样它这个比重 和这个欧美国家 包括日本相比 我们还不是那么的严重 但是老年人口的数量 特别特别巨大 第二个就是说中国老龄化的进程 特别的迅速 一般我们如果看这个欧美国家 它一般是从老年人口 占总人口7%到14% 再到21% 一般像法国用了157年 像英国 奥地利 他们这些用了大概100年左右的时间 那中国只用了35年时间 就要完成整个这个老龄化的 从开始进入老龄化 就是2001年 到我们用大概35年时间 就会进入深度老龄化的状态 所以这个老龄化的进程特别快 那么第三个时间 我们讲中国是一个大国 所以老龄化的这个地区差异 非常巨大 比如说我们讲上海 如果按照他的顾及人口来说 他在1979年的时候 他就进入了老龄化的这样一个时代 但是如果我们看这个像青海 青海人到现在 他还没有进入老龄化的这样一个拐点 所以这个呢 就是说老龄化的这个进程 特别的地区性差异特别大 而同时呢 就是中国巨大的人口流动 又使得我们这个老龄化的区域性的 空间的模式更加复杂 大概我想这个和发达国家相比呢 我们的老龄化大概这几个特点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间呢 因为中国这个老龄化的进程特别快的中间 有很多的原因呢 就是说我们生育的下降特别快 那中国的生育 光速的这个快速的生育下降 实际上主要发生在1970年代 那么到80年代以后 主要是以独生政治政策 然后2013年 2065年的放宽生育政策 这一次呢 再进一步的放宽生育政策 但总体来说呢 一个是生育的水平一直处在 这个1.5左右 同时呢就是因为人口变化 它是有种惯性的 因为我们在过去20几年中间 出生人口不断减少 所以就造成20多年30年以后 我们的结婚人群在减少 那么同时呢 我们能够生孩子的人群在减少 那么我们每年的出生数量 也是一个持续的下降 那么这个呢 也是我们可以看 是中国它这个有一些 不同于其他先期老龄化国家的一些特点 彭主任我想追问您一下 现在开放三孩生育政策 您认为对于优化中国的人口结构 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它有什么样的意义 我首先我觉得这个放开三孩生育 在现在中国目前的生育 生育意愿这个状态中间 它实际上已经标志着 基本上生育就是放开了 因为现在我们即使没有政策 如果我们做这个生育率调查的话 很少有这个年轻夫妇 还说他们愿意生三个 或者以上的小 所以基本上我们讲 放开三孩就是 整个生育政策已经放开了 那么 但在这里面呢 我们看到实际上 二孩生育的效果 只是在这个1617 18年有所反弹之外 实际上在过去几年中间 我们生育数量就开始持续的下降 就是这个生育数量下降 一方面使育率人群的减少 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持续的低迷的 这样种生育意愿 生育意愿 那么这个三孩这个政策本身 我觉得它被提升生育率呢 可能它的作用会有限 但是呢 它是在三孩政策中间 它是有一系列的配套的措施 这些配套措施呢 我们不能把它叫做 鼓励生育的政策 但它确实包括了很多 鼓励生育的内容 比如说是 普及这个0到3岁的托育 然后呢 普及教育 更好的这个教育的 优质资源的配置 降低这个运营人群的 这个教育的成本 同时也包括比如说 这个住房的保障啊 等等一系列的措施 所以呢 就是我们想 中国会进入一个 生育的控制 基本消除 有更多的生育的 配套的政策 会不断地出台 但是从我总体来说呢 我觉得就像世界各国家一样 可能生育水平 要能够快速回升 还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 好 谢谢 我们先去一下广告 稍回来聊一聊 如何来落实这些配套政策 各国的经验 对中国有没有什么启发 广告之后节 中国实施一对夫妻 可以生育三个子女 这样一个政策 关键是在如何的落实 我们来听一听 世界各国的经验 首先呢 在日本的现场 林表请告诉我们 日本政府为了鼓励生育 采取了哪些措施 效果怎么样 日本的这个少子花问题 其实有非常多的社会的原因 像年轻人不愿意生孩子 是因为他们的工作压力 生活压力太大了 赚钱太难了 那有了孩子呢 进托儿所又是一个难关 所以摆在眼前的问题就是 很多人想结婚去结不了婚 也没有养孩子的经济能力 那么还有一个现象就是 大家根本不想结婚 有一个调查说 日本男性一辈子不结婚的人 占25% 女性呢是15% 也就是说在四个日本男性当中 就一个人一辈子都不会结婚 还有就是晚婚 以及结了婚也不要孩子 这都是少子花的原因 那日本的对策是什么呢 就是给大家发放儿童补助 不孕治疗补助 甚至呢政府要主办相亲活动 都想尽了办法 但是呢还都没有看到 非常显著的效果 好 谢谢林表 小华 俄罗斯方面啊 我们看到日本呢 其实呢很简单就是发钱 我不知道在俄罗斯方面 在鼓励生育啊 采取了什么样的措施 效果怎么样 好的 任任 俄罗斯鼓励生育政策呢 非常的直接了当 就是给钱 给现钱 在俄罗斯三个孩子以上的家庭 被称为大家庭 那么在高加索的 马哈齐卡拉和达基斯坦地区呢 在那里五个孩子以上的家庭 称为大家庭 这些大家庭呢 有一些特殊的优待政策 七岁以下或者十六岁以下的孩子呢 父母每个月 就是按照每个孩子 每个月都能领到钱 领到卢布 并且还不少 每个月每个孩子呢 有一万卢布 相当于是一千人民币 除了领钱以外 还有很多小孩子吃的用的 孩子的父母 每周可以到社区去领取 比如说牛奶啊 辅食啊 饮料 粥 这样大的根本都吃不完 也用不完 这个大家庭的父母呢 还有资格分到一块地 买车买房呢 也有优惠 俄罗斯呢 每年它还评出一些英雄母亲啊 光荣妈妈 还有呢 俄罗斯的这些孕妇 她一旦怀孕 生完孩子之后 可以休三年的产假 孩子上学也是全免费的 一日三餐 管早中晚三餐 政府的态度呢 也是特别的明显 就是孩子呢 你们尽管生 你们就是只负责生 国家来负责养 但是呢 效果并不明显 主要原因还是 经济压力比较大 人人 好 谢谢萧华 彭希哲主任 我不知道您对世界各国啊 在生育政策方面的 这些经验啊 怎么看 其实对于中国来讲呢 开放了三孩的生育 同时也出台了 一系列的配套措施 您刚才也提了 那关键在于这些措施 如何落实 您怎么看这个推进过程当中 可能会遇到的困难 首先我觉得 我们比较研究 世界各国家的 鼓励声音的政策 但是我们发现 各国家都花了大量的钱 动用了大量的资源 但实际效果是有限的 那么相比较呢 现在从中国的政策来说呢 我们会看到几个亮点 第一个呢 这次呢 是特别强调家庭 所以它的源头是鼓励结婚 然后呢 大家要破除这个收彩礼啊 这些漏息 然后你如果不结婚 然后呢 也很难生孩子 所以第一步先要鼓励结婚 那么同时在这个生育过程中间呢 还有我们可以看到很多 比如说鼓励的男性的参与啊 有很多教育的降低教育成本啊 有很多的措施 那么这些措施呢 在一定程度上 我们可以看到 它并不仅仅是为了鼓励生育 它在更大的一个 更广泛的一个程度上 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 是一个整个中国家庭的 一种公共服务的 一种整体公共服务水平的提高 就是说政府是希望能够通过鼓励 鼓励成家 鼓励家庭中间生孩子 然后利用家庭来养老 用整个呢 把中国的家庭 恢复中国传统家庭的 这样一种传统的功能 同时呢 服励政府的各种各样的 鼓励的政策措施 那么再加上提供各种各样的 公共服务 那么我想这些措施的落实 需要有资金 需要有人力的投入 需要有政府的 就是高度的政治的承诺 我想这个在中国来说呢 这些事情呢 会进展的会顺一点 我们也拭目以待吧 好 非常感谢冯锡哲主任 也谢谢我们各位记者同事 在全球各地的报道 凤凰群聚连线 明天见